好 镜头转到桃园来看到 这个桃园市平镇区金陵路是通往台66号道路 和大西龙潭方向的重要道路之一了 在尖峰时段的交通流量庞大 经常会拥塞堵车 地方争取披荐替代道路 以减轻金陵路的负荷 而为了加速道路开辟呢 市政府计划争取中央开平计划 节余款补助 为了解决金陵路塞车的问题 平镇区的民意代表和里长 与市政府多次会刊 陆续进行金陵路279项改为单行道 以及右转专用道等动线的调整 以疏散车流 地方民众也和民意代表 提出了石门大郡 防汛道路拓宽等不同的方案 市议员黄敬平指出 在金陵路路浮有限的情况下 建议另外开辟替代道路 从屏东路一段 辟建到快速路一段 大约855公尺 去年我跟营建署沟通 营建署先给我们凭证 龙池路打通到66的这个部分预算 用地费给25% 工程会给7成 所以我们龙池打通到66会优先做 因为那个补助已经核定了 那我们今年到明年之间 我们要争取这一条 这一条会列为优先争取的道路 这一条替代道路路线 大致和金陵路五段和六段平行 有助于疏解金陵路的尖峰车潮 市政府曾经争取中央补助 但最后先通过了龙池路的经费 公务局决定再争取开平计划的结余款 因为7月25号的时候 那个局长你在专案报告里面有提到 这个本期有反映说 这个预算经费的争取 那时候局长您是说 今年9月左右会把这个计划送到 中央相关部位 他有开门的时候我们就送进去 比如说开平的计划 他刚好今年有结余款 那我们赶快抢今年 如果没有的话就要明年 所以我请公务局 今年的他结余款的申请 一开门就送这一条 为了加速送件 公务局已经完成了 替代道路的工程设计 等到9月份中央开放结余款申请 公务局就会立刻送件 提高核准的机会 以减轻事故的负担